你好 今天老胡要给大家介绍短片里面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但你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可能会给你做短片更多的动力 也许改变你做短片的一些方法 好 怎么回事呢 大家可能认为短片就是扭扭屁股 唱唱歌 跳跳舞 展示一些才艺 那些稀奇古怪的这些视频才会在短片里头能够得到很多的推荐 一般来说是没错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 我们做这种口播类的为主的 或者是技能分享的 或者是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比如说心理学的概念 或者是像老胡这样子讲油管知识这一类东西 那通过做短片有没有用呢 你知道老胡一贯的推荐大家去多做短片 也强调通过短片作为一个训练方法 能够帮助你做出更高质量的长片来 但今天我给你讲的一个东西 可能会更新你的一个观点 我现在给大家看两个例子吧 你看这是老胡频道里头的短片 我很长时间没多短片了 这是以前的一个短片 那在短片里头正常的情况下 他会通过短片的这个推荐 在你刷短片的时候给大家看到你的短片 所以反映在你的后台的报告里面的流量来源里面 应该排在第一位的是就是短片动态 也就是在短片播放器里头播放你的东西 按顺序刷到你 所以这个流量的来源的分布是正常的 第一应该排在短片动态是最多的 也就是说你的正常把镜当作一个短片来 主要的来推荐 但是你看我另外一个这个短片 那这也是个短片的 你在左上角能看到这样一个尺寸 那你注意的话呢 没有我这个短片里面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 就是油管的搜索 这个搜索高于这个短片的动态 也就是说很多人发现我这个短片 是通过搜索找到我的 这就有趣 这期节目是什么呢 为什么油管短片不能设置封面 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 然后去搜油管短片如何设置封面 然后就找到老胡这个视频 那么这些是非常精准的流量来源 对不对 好 那么也就是说做这种知识分享的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你可以从这个短片的 这个油管的搜索里头得到流量 甚至会有可能大于这个短片 它在播放器里头自动推荐你 在那个短片的流里头推荐你 好 我给大家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TubeBuddy工具 他们是分享很多这样的知识类的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 他这个例子更极端一点 他的短片的 这个feed流里头能产生的播放 是5000多次 但是通过油管搜索里头 居然是他的两倍 也就是他这个短片 也是出现了搜索 比那个这个短片的feed流来的多得多 那么我在其他的几个知识分享类的 这个频道里头 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做知识分享类的 我们不去跟那些牛屁股的视频去比较 就是单单跟在本频道里面的 其他的长片或者其他短片的比较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个现象 那你注意到这一点 怎么对你下一位的内容调整 或者形式调整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是你做知识分享类的 如果你的视频足够多 短片 短片足够多 每一个都是一个可能搜索的 这样一个关键字 或者是解决观众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搜索流量 就能够给你带来非常多的 你通过其他的浏览的推荐的 触及不到的这些观众 这是极其精准的 他来找你 不是你去这个死皮赖脸去讲 看看我看看我 这是极其精准 如果你从商业角度来讲 这种流量是最厉害的 他找上门来来找你做生意的 对吧 那么我刚才讲知识分享的 或者是比较严肃类的这种内容 不是泛娱乐的 那这一类东西 它就特别适合做这样的短片 因为你可以做很多系列的 好兔如何 这个什么什么的方法 比如说老胡 如果我可以做一个 就是回答问题的 全是短片的系列 不像现在这样 有时候有长 回答一个问题15分钟 那么我专门就是 短片系列 回答大家的问题 强迫自己 所有的问题 必须在一分钟之内拿下 最好30秒钟 不讲不掺任何的这个鸡汤水 在里头 全都是回答大家 讲是不是 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你看看 我这些问题全都是好兔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那就是搜索就能找到我 对吧 那一个两个视频 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起色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做知识分享 你讲心理学 你讲这个 我不知道 婚姻或者是讲移民 这种很专业的这种东西 往往你会觉得像 哇这个做一个短片 好像不放量 并不是很大 或者是这个IP建立 又不是很强烈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直接给你引流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婚姻移民里头的五大陷阱 你看做这样一个短片 非常轻松 这个PPT念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对着讲一下 或者人都不用出信 就这个字卡 写一下都可以 那这种东西 如果你在做婚姻移民 这个方面的专家的话 你回答了100个 365个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问题 然后全是这种短片的话 你看人家怎么一收都收到 那肯定他是一个婚姻移民专家了 那么回到他的频道里头去看看 对吧 订阅 转化 业务咨询 说不定就成了一个客户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那么 所以讲 你越专 越做知识分享 越做商业 你越要重视 这个短片内容的创作 那创作的方法就是一定要针对搜索去优化 而不是针对浏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你你主攻的是这个搜索流量 所以你就要想象到 这个你的潜在的观众和客户 他会怎么搜 你看我刚才给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搜索流量就来自于这个短视频 如何设置封面 那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它是短视频究竟赚不赚钱 很少人会去搜这个短视频 会不会赚钱 对不对 他应该 比如说短视频如何赚钱 或者讲短视频赚钱的三个方法 一个是打赏 然后可以这个 还可以这个 就是贴纸 或者是叫做super thanks 或者是super那个留言 那几种方法 底下还可以弄链接 卖货 那就是罗列这种方法 那也许就有人会收短视频赚钱的方法 对吧 像短视频究竟赚不赚钱 也会有人有搜索 所以我这边会有搜索 你看我这边有1400 有20%左右的是来搜索的 这个流量也可以 但凡你回答的时候 都能够有搜索流量 那你看这个比较起来 这个就搜索性更好 从搜索优化来讲 是很多人发现没有办法设置封面图 然后大家就会收短视频如何设置封面 所以这个很显然搜索 就比这个短片动态 来的流量更大 就这个道理 我只是给你挤这两个例子 如果你有365个这样的短视频 如果你有500个 有600个这样的短视频 也许这个地方就是把你这个频道 推动或者是涨粉 或者是转换成U 都是有很多的好处 好 这个地方就是 我要跟大家再看另外一个现象 注意看到没有 这是油管的首页里面 首页里面 我没有搜索任何东西 我就浏览一下 你注意看到 这个地方有个短片 这样一个区块 对吧 然后你再往底下滚 它又有一个短片 也就是说短片呢 它把它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种形式 在不断地进行推荐 你在谷歌的搜索里头 也会发现 这个谷歌搜索会推荐短片 我现在这个地方没有搜索 它在主页里头 就在这么有限的地方里头 给了我两个 两条短片 所以它的短片的权重很大 当然短片给了它一级入口 还有呢 你再看 我这个地方是搜索 搜索如何做短片 我搜索的结果里头 它也出现了短片 看到了 它也给你短片 它也给你短片 然后呢 短片本身单独 还有个搜索入口 你看这个短片 可以搜 你看这里头 有了胡的这个短片 也出现在这个搜索结果里头 还有 你接着看 当你在播放一个长片的时候 它在这么有限的地位里头 它居然也推荐一大堆短片给你 还放在场面 前面 这个是油管一再的通过它的这个终端的 或者是APP的更新呢 告诉你 就是短片的权重越来越大 不断的 它要在可见的地方 恨不得都给你铺满短片 让你让你大家去看这个短片 因为短片大家的这个消耗 比较消费起来比较容易嘛 一个个刷过去比较快速 但而且总时常在这个平台上面容易呆 你要看一个小时的油管 其实是蛮费劲的 但是你要刷一个小时的油管的短片 其实是蛮容易的 对吧 并且现在它要 它长篇这个领域里头没有太多的竞争 但短片面临着来自于Facebook Instagram和这个TikTok的竞争 还是蛮激烈的 所以它现在通过这个短片赚钱 通过这样的加大短片的这样一个呈现的位置 都明确的告诉我们 就是短片这一块的话 它是在不断的加大 它赚钱要好 推广要好 或者是推荐这样的力度 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 我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目的就是讲 那些如果你不是娱乐搞笑的 我们看到那一碰都是几千万的播放量 或者是上亿播放量 来做那一类的游戏类的挑战类的 或者是美女类的话 也许你做严肃的知识分享的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什么 就是专门主攻搜索流量这一块 在短片这样一个赛道里头 也许会有一个机会 那么老胡接下来我会通过短片的方式 短片快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在每天的 比如说我现在老胡在这群里头 每天会有不少同学提出问题来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种短片的方式 回答的更为全面一点 也会让这个群外的同学也能分享到这个答案 这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在群里头虽然回答问题 往往有的时候那个文字回答不太全面 不太容易展开 那么一两句话回答一个问题 还不如我用15 6秒 30秒回答一个问题 那样的我能把那个这个一个问题讲的更细致 更全面一点 那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也许我回答这个问题做那个短片两分钟 做一下那个短片 比我在那个地方去 在电报里头去回答那个问题 也许还更方便更轻松一点 对吧 好的 所以希望做口播类的 做知识分享类的同学 看过这期节目以后的话 重新调整一下你的做短片的思路 也许你原来觉得讲做了以后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你如果今天重新调整你的方法 从搜索流量这个方面来入手的话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的 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的话 欢迎在底下跟大家分享 谢谢 再见